作为江苏省飞移项目的羊猪炒饭 今天我们就来尝一尝 飞移传承人夏朝宾大师 亲自炒制的羊猪炒饭 夏老师好 你好你好你好 欢迎欢迎欢迎 那我不知道羊猪炒饭作为飞移的一个项目 它有什么与中国同的呢 羊猪炒饭的它的口感呢 其实跟蛋炒饭是完全不一样的 蛋炒饭它只是干净牛 而羊猪炒饭叫润润香 跟我以前理解的不太一样 我今天就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九种佐料 那这边呢也是啊 对 下入筍丁 花骨丁 鸡肉丁 精华火腿丁 淡水和虾籽 加入鸡汤 现在加入干贝斯 海参丁 等它的汤色转换成奶白色就可以了 炒饭的丁 本来没有特殊味的原味 我们在千方百计赋予它鲜美的味道去接收 这就是羊猪炒饭制作的核心点 加入灵魂之汤 落化米饭的火性 青豆大火在路口的过程当中会有爆浆的感觉 经过20分钟啊终于完成了羊猪炒饭跟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非常的鲜香 而且它的调味料只放了盐 有华人的地方必有羊猪炒饭 但不是所有的羊猪炒饭都称得上是正宗的羊猪炒饭 夏老师制作的羊猪炒饭明明放了很多鸡汤 但还是粒粒分明 装盘饱满 色彩亮丽 香气扑鼻 引人食欲啊 我会回转了 咱们降了